咱们老百姓孩子都在七宝线上蹲着呢 是吧 然后特权阶层开着小车 其实这张图画的不是说特别的形象 其实咱们知道 就是老杂毛那些孩子 或者红二代红三代 人家在终点已经举起奖杯了 是不是 这张图画的并不是说特别的贴切 只是说有一部分特权阶层 人家是不在七宝线上的 是吧 不要输在七宝线上 这只是一个伪命题 我们参加爆料革命这么多年以后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孩子从他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就决定了他的命运 该输在七宝线上的 他一出来他就输了 那他不需要这个蹲在七宝线上的 他一生出来就是含着禁钥匙的 对吧 所以所谓的什么你这个上重点中学呀 你的这个分数要在东奥前几名啊 你什么高口的状元呢 所有的这些东西 其实对那些所谓的权贵来说 你出生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来说 那些根本就不重要 那些人不用跟这个站的这个起跑线上 他已经是一出来 他就可以准备起飞了 所以这个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是对那些韭菜们说的 是对那些人况们说的 那时候我有一小孩在国内嘛 也是这样学嘛 学钢琴 然后学数学 是不是 然后还学什么画画 英语 这都学过呀 这不是拼爹嘛 爹扛着嘛 都是这家长 这是对城市的孩子 那农村的孩子有这条件吗 你上哪去找那个钢琴老师去 是吧 那个就是中国 他已经划分阶层了 是吧 有哪来的起跑线呢 你农村的孩子 你跟那个城市的孩子 是在一个起跑线上吗 那你城市的孩子 又跟那些权贵 那又是一个起跑线吗 是吧 人家没有起跑线 是吧 人家生下来就赢了 就是权贵的孩子不是出生 生下来不就赢了吗 生在这个家里 专家研究 就是中国 78.3%的孩子 中学生 每天有8小时的学习时间 这个还不包括周日 这个周末时间 那么韩国是 57.2% 就是这个学生 把大量的时间 用在这个学习上 看说 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已经被无情的墨杀了 奥速啊 钢琴 这些东西 其实他也是 为什么说他 对生命的一种扼杀呢 他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 一些有低效的一些教育机构 那么有这个机构呢 就衍生出大量的利益阶层 我们受过共产主义体制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体制 那个教育的 现在都觉得 如果当初我们能够 在一个更自由的 教育环境下 选择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的话 今天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 每一位这个家长 每一位正在这个学习的 这个学生 思考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